好了,在完成了8厘米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新的加针 怎样完成的呢? 大家看 在正面向上,长线在右侧的情况下 一定是这样的啊 用右手绕线 套回到左针上来 松紧要和这边的湿度啊 然后我们上来直接的就织这一针 直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需要再加一次 看,现在是最后一针 我们把它再加一次 好了,现在你数 所有的针数 已由原来的6针 变成了现在的8针 我们加出来这一针 刚好在第1针和第8针的位置 看到了吗? 好了,总针数已经来到了 8针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其中的一个耳片的编织 护耳吧 叫护耳 其中一个护耳的编织的工作 好,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剪断了啊 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概留4厘米 直接给它剪断就好了 剪断之后 我们要保护起这个线头 把它放在支片这个位置 拿起一个颜色特别鲜艳的 和它反差很大的一个别扣啊 给它别在支片上 千万记住 不要别在任何一针上啊 一定要别在这儿 你也拿一个颜色反差很大的线头来 同时光这样别一下 它不会很稳固的啊 你看它现在还这样呢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儿进入之后 把这个线头 从这个方向过来 再给它勾一次啊 好了,现在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稳固 注意了 它不但是,这个线头 不但是要起到保护这个 这个别扣 不但要保护这个线头 同时这个色彩也是作为 你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只要一看到它 就知道这一面是正针 需要织正针的 明白了吗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织好了的一个货啊 给它转移到塑料连接管的位置 转移到这儿来 所有人啊,一定要注意 马上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你要拿过另外一侧 一定要记住啊 你必须用另外一侧的这个织针 然后用刚刚剪断的这根线 重新的再织一个和 因为两个和嘛,对不对 而且完全按照之前的这个顺序来 记住了吗 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啊 大家已经了解了它是两针 完 好了,翻过来 拿另外一侧啊 来继续织,注意了 整个过程不会把这根一块织进去的 它也不会掉 除非你从这条撸它 大家尽量减少这个动作啊 不要从另外一侧把它撸跑了 好,现在呢 我们就是拿出这个织针来啊 然后继续来织 按照之前我们所有的流程 来编织另外一个和 一模一样的方法啊 织这针的时候保护一下这个小小的线条 不要一支就把它给支跑了啊 看,我们现在已经从两针变成了四针 1,2,3,4 已经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再反面 继续支这四针 好,再次来到正面之后啊 我们要继续加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 加一针 然后中间一针原样之 倒数第二针 1,2 在第二针的这位置啊 再加一次 好,最后一针 原样之好 现在已经来到了六针啊 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把它数好 1,2,3,4,5,6 好,然后翻过来 保持住这六针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我们要一直向上 直到要求的 8厘米高度 与之前的耳片 与之前的护耳部分啊 是一模一样的手法 整个过程 之前的耳片是不参与的 所以 它也不会被织进纹理里去的 大家不用担心 它只在中间 只在中间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经过提前的计算 我们大概每只一针 它的宽度是1.25厘米 我们每只一行 它的高度是0.8或者是0.9厘米 现在大家就了解了 对不对 我们要直8厘米啊 大概是直10行左右 就能够完成了 应该是还差两行 好 翻过来 直最后一行 它就已经达到我们要求的 8厘米高度了 好了 应该已经达到了 但是在凉之前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线头收起来 之前我们的所有流程都是一样的 看 进入线头的根部的附近 然后把线头勾过来 这样 它就会变短一点啊 然后再次进入线头的根部附近 再勾一下 看 它就消失了 根本就找不到它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量总的高度啊 应该已经达到了我们要求的 8厘米的高度了 看 底下是0 上边一定要量它的上沿的部分啊 正好是8厘米 现在已经达到了8厘米高度 和之前的所有程序是一样的 我们依然是在这一针的位置给它套上 套上之后啊 拿过另外的一根支针来 把刚刚套好的这一针呢 给它织成 和旁边一样的正针啊 一直要编织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看 这是最后一针 好了 完成之后 你的这一部分呢 也变成了8针了 看 那么另外一侧啊 大家看我啊 另外一侧 从连接管一直的给它往前捋 捋到另外的这一头来 然后两个针尖相对 你会发现 它也是正面 这边也是正面 这边是多少针呢 当然是这个8针了 好了 两个8针都是忽耳的部分啊 你看这部分必须是这面朝上的 如果当时你没有听我的话 用了另外一根线 用了另外一个 一根针来起的话 它很有可能这位置就反了啊 所以刚刚这点 交给大家 教给大家 必须按照这个来操作才行 好 我们现在看啊 两个耳朵之间是8针 那么两耳之间是什么呢 是它的额头的部分啊 所以现在我们要在额头的这位置给它 加出8针来 这8针是怎样加的呢 马上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非常非常的容易 你拿过右边的这个 带有长线的这一侧来 能看清对吧 好 我们拿带有长线的这一侧 然后直接的就在上边绕8针啊 看 1 2 3 4 5 6 7 8 好 刚好 我们加了8针 对不对 现在 大家看我啊 我们要这样的拿线 拿针 把另外一侧也拿过来 我们要将两部分给它织到一起来 看啊 留意到了吗 把两部分就这样连接上了 好了 现在你应该总针数是24针 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啊 我们有左右耳朵的部分了 也有中间脑门的部分了 那缺哪呢 缺后脑勺的部分 那么后脑勺的部分 它的内位置是怎样增加的帧数呢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教程当中 给大家展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了 下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编织吧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